后来我们检视了一下 在立委选举跟总统选举的时候 所有的假讯息 我们处理的方案的时候 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譬如说我们已发布民调 无论是公职人员选举 或者是总统副总统选举 投票前10日都不得发布民调 有关于这个部分 违法的案例 总共有17个案例 对不对 这17个案例里面 有10个案例 它是找得到源头的 但是有7个案例 因为它是在网络 在社群媒体上面 我们必须经由通讯资料的查处 才能够取得个资 可是我们面对的是 通保法第11条之一 通保法的规定 是必须要本行 三年以上的犯罪行为 才可以跟法院申请搜索票 然后来查通讯当中的个资 通讯资讯当中的个人资讯 所以有7个案就因为这个样子 查不到 查不到人 为什么查不到人 因为这个是行政法 只有罚还 不是本行三年以上 所以通保法的这个规定 让10天前不能发布民调 变成有破口 法律不足 变相 纵容 违法 发布民调 你看到这7个案 这个部分的修法 中学会有没有在研议 的确 曾如委员所讲的 有一些 我们有7个案是找不到人 结果就不法了 非常明显的违法的案件 但是我们却苦于资讯的不足 没有办法确定 行为人 因此没有办法裁法 大家知不知道 苏启臣大使 他不信 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第一个 发出假讯息的 那个咕噜咕噜 最后不法 也是因为 我们没办法掉个资 没办法掉他的通年记录 最后就让他脱罪了 他就随随便便讲一套 他就脱罪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 是他本人 他随便讲一套 说是别人用了我的账号 我们没办法去 实际上 掉这个通年的实际资料 就这样让他脱罪 那今天我们又发现 同样的问题 假消息也好 或者是违法发布民调 也会被纵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中选会 还是持续要去检讨 法治体系的不足 所造成的困境 好不好 各位委员报告 就是说 这个恐怕不是修改 我们所主管的法律 或者是内政部主管的 因为通保法 有通保法的规定 可是通保法 如果其他的作用法 有特别规定的时候 通保法 它会变成是普通法 无论如何 即使是在通保法 你们跨部会都应该要去研议 因为中选会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这个问题在假讯息 在违法发布民调 同样都存在 是的 它持续存在的时候 如果我们打假讯息 我们要求不能发布民调 有什么意义 就变成没有意义 我们再来看看假讯息 假讯息的问题 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们再看看 你们跟脸书举报 我的时间跟你的报告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我的数字是222笔 你们跟脸书举报的222笔里面 当日就被遮蔽贴文的只有5笔 然后更改贴文排序只有13笔 脸书移除的总共才41笔 网友自行移除20笔 换句话说有143笔 脸书呢都不处理 我们来看看你们跟脸书 是要求脸书说在24小时里面 要先回复你们处理的情形 如果是违法案件 二至三日要处理 如果是违法社群守则 24小时内要处理 你来看看 同样一个讯息 11月18号 108年11月18号的 两个一模一样的假消息 脸书就两种处理方式 一个是在16天以后 才回复我们说我移除了 一个呢是 他认为不必移除 因为没有违反他们的社群规则 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讯息 他说你们换掉选务人员了 说不会有监票员等等等等 结果脸书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是在1月2号 投票日前才几天而已的假讯息 说空白的选票会先盖好 然后呢放在口袋里面去投 这种假讯息 脸书也说 我们没有违反社群规则 那社群规则怎么定 社群规则 基本上就是违法的 他会定进去 违法而必须提供各资的 他会定进去 但是因为通保法规定 是要本刑三年以上 才违法的部分 他当然不会变成 他的社群规则里面的一条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让这种彻底的假讯息 去扰乱选举民心的假讯息 可以让他依据社群规则来移除 所以这个问题是严重 我认为这个讯息是严重 你看看 有64%是不予处理的 这64%不予处理 原因就是因为 绝大多数 是因为通保法 我想今天凸显这个问题 是希望我们还是在院内 试图去看看 相关的法制体系要如何的建立 包括说之前其实中全会 也曾经提过草案的 要比照法国的去设立紧急审查制度 在48小时之内 必须要根据这个举发 采取必要的措施的相关的法制 仍然是有可能 有可能来制定的 尤其是我们国家有通保法的 这么严格的限制之下 我想这些法令体系 你们还是要去研议 好不好 但是今天在你们报告里面 你们的修法的准备里面 并没有这一块 但是其实这一块的问题 是很严重的 我们几乎对假讯息 对违法事项 有很大的一块 我们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几乎是纵容的 好 谢谢 谢谢委员